這次將會在泡住肉的期間吃辣麵 因為聲音問題,所以這篇將會後製 也不要亂模仿,因為有傳說吃飽的時候不要浸熱水,洗熱水涼或者魚河 我不知道關不關事,但不要模仿 出事的嘛 OK,好,在等的過程大約三四分鐘左右 其實主要是想做個閒探系列 做個閒探系列 突然想說一說我的頻道的狀況 我現在大約四百多左右的訂閱者 我其實自己的目標當然就是越高越好 老實說,最主要想做的就是我以前的 首先一千千,然後再去五千訂閱 因為這個也是我自己的目標 另外就是想做一做一個小遊戲 當是跟大家的一個活動 譬如說我現在四百多 到時五百個訂閱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個類似叫做Q&A 可能你這條影片留下一些問題 之後我下次再在同樣的這個場合回答大家 當然,可能未必答完 或者說根本沒有人問 對,那就可以了 我自己就考慮五百或一千 做一個這樣的互動 跟大家都幾特別 我覺得自己也想試一下 在這個全部都是水的環境之下 認識這個難言究竟是什麼感受呢 沒錯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在這條影片的下面就留言 如果想快點看到我答Q&A的問題 就請盡快訂閱 對,請盡快訂閱 好了,那已經順利攪好了 好了 那一個南麵 我以往吃過的都是一樣 都是很出色的甜 很出色的辣 令人很想吃下去 那我吃多一口去評論 我吃完兩口的感覺 其實跟我酒感吃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我感覺到口很熱很辣 但是呢 我是很平靜地坐在這裡 繼續浸浴的 大家不知道是否疑問 我是很平靜 不像正常吃完難 然後又跳 又到處找水喝 那我就不好的 可能就是因為有這個加乘的關係 水的加乘 就令到我就不需要跳跳炸 因為坐在這裡已經很冰涼 但是開始有些吃辣的頭緣症 就是開始 口汗有些流口水的感覺 分泌出來的那些含水 所以你問我算不算辣 普通呢 因為我吃過不會覺得很辣 但是未試過最辣的那種 嗯 其實說麵來說呢 這個辣麵呢 雖然很辣 但是呢 其實是挺好吃的 不過我自己個人就不算太喜歡它的麵質 有些人可能喜歡它的麵質 就是因為它可能太有彈牙 有粗 那方面 但是我覺得很普通 多數我喜歡吃一些 都會出齊一丁 或者拌麵 亦都拌麵 那些麵質可能 不知道是因為廉價一點的 所以我可能吃過一些廉價 因為其實這個辣麵呢 比起有很多拌麵 這個算是高一層次的 我自己覺得 就算是價錢上 或者是麵質 都高一層次的 不過我自己不知是因為吃慣而多拌麵 因為小時候 在讀書中學有得買的 中學有得買的 所以就吃慣了那種味道 哎呀 哎呀 剛才一離開了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立刻覺得 嗯 還是浸下來是舒服一點的 只剩下兩口 我吃完 好 就完結了 雖然很辣 但依然可以很平靜 浸在這裏 嘩 好舒服 是不是 如果你們 有這個空間可以放這裏 請務必買一個 好過癮 這裏 對 還有 再次警告 對 千萬不要喝這樣做 對 千萬不要喝這樣做 神經病的人才不敢做 真的都是吃它果汁的味 但雪糕就不同 像芸妮雪糕 或者巧克力 不同的 對 對 今次這裏片 差不多了 喜歡這裏片 記得訂閱 對嗎 還有呢 記得訂閱 叫你的朋友 訂閱 叫你的家 親戚訂閱 我就恐怕可以在五百訂閱 再在這個詞 回答大家的Q&A 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這條影片的下面留言 我就會在五百訂閱的時候 再回答 好 like share subscribe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